有人是加油天使降临 还有人是正在等待天使降临 你看准爸准妈杨幂刘凯威 他们就是正在翘首以叛 而且前不久好友郭碧婷 一不小心收漏嘴 透露了威蜜宝宝的性别 就是真的吗 我们都是陪着她的宝宝一起成长 然后你也会觉得她 越来越柔软 越来越美 因为华人是那个女孩 所以变得好美好美 最近总有人把肚皮当球体 TTT没礼忘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真的 我们都没有问医生 虽然很想知道 但是就也又不想知道 矛盾的心情 然后就看能撑多久 一直忍着不问 准爸爸刘凯威 极力澄清宝宝的性别传闻 如今怀越已四个多月的杨幂 除了拍戏也嫌少在媒体前露面 安心养开的她 对老公称赞很善心 我听我身边的朋友的太太 就是他们 就是 怀孕期间都特别的 要比较 变化比较大 但是 我说实话 小蜜真的是 一点都没有 没有任何的 所谓的那种 特别照顾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她特别坚强 准妈妈杨幂 没有孕妇的坏脾气 却难改她反皮的性格 早前就在微博中多次称老公为刘叔叔 吐槽刘凯威老来得子 而刘凯威无奈地表示 为了正在怀孕中爱妻的好心情 被黑也无所谓 网上谣传教授四百多岁老来得子了 不知道真的假的 如果是真的 刘叔叔 我以后就再也不黑你了 有完没完 不是你看 我都有回她的微博 都已经变成习惯了 反正是这样的 我觉得 只要孕妇的心情好 我 做什么都可以 被她黑一下 她开心就好 然后我发现 原来 怎么可以防止她 被她黑呢 就先自黑一下 她就觉得没意思 没意思 你看老婆成了老公的高级黑 我在想 这算不算是一种甜蜜呢